你好,我是折着王子 我们来折一款弹簧老鼠 我用的这边长15厘米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 把另外两个角对折 要距离上面的角留出一小段 距离这个边留出 大概的是16分之一 留出一小段就好 准确的是16分之一 我们这样差不多就好了 展开 旋转一下 把这个角往上折 同样的留出相同的距离 压好 展开 下面的角折向这个交叉点 上面的角折向上面的交叉点 放到背面 把这个边往上折 同时下面的角翻出来 对齐这个折痕 上面也一样 相同样的角折向这两个交叉点 沿着两个交叉点 把下面的部分往上折 上面应该正好 这个边对齐 下面的边 这一侧也对齐 把这个角往下折 沿着两个点往下折 再把这个角往下折 再把这个角往下折 沿着两个点往下折 翻开 再把这个边指向这个折痕 稍微翻开一下 把这里撑开 这个斜线捏起来 把这里撑开 这里往里挤压 沿这个直输线 往左折 这里压出折痕 压好 形成这样 稍微展开 这一侧也一样 撑开 沿这个斜线 把这个折痕捏起来 上面这个点 这样压出一道折痕 下面大概沿这个斜线 也注意到折痕 把它收到一起 收好 把这两个角往下折 距离这个航线 留出一小段 再往上折 这一侧也一样 两侧最好对齐 然后把这两个角塞进这个指缝的里面 从这个点压出一个对角线 从这个点把这个往上折 使这个角 使这个角对齐 使这个角对齐 上面的角 压一下 展开 这一侧也一样 从这个交叉点 把这个往上折 对齐上面的角 压出折痕 展开 然后翻到背面 按照折痕 把它收到一起 上面沿这个折痕 梳立起来一下 这里往里挤压 这里又梳立起来 形成这样 然后把里面这个角向外撑开 上面把这个角捏起来 这个与上面冰到一起 这个角往里挤 展开 塞进指缝的里面 塞进这个指缝的里面 再把这个往里折 对齐里面这个折痕 对齐下面 下面里面这个折痕 这一侧也一样 让这个线把它梳立起来 下面往里收 收成这样 然后这个小角向外撑开 从外面捏起来 把这个锁起来 这个角往里折 稍微展开 塞进指缝的里面 收好 然后把这个往里折 对齐 下面这个折痕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然后把这个点 把它往后折 再把它往上折 这两个点对齐这个边 展开一下 把这个折痕对齐 上面的这个折痕 再把这个按照折痕往下折 再往上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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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角往下折 形成这样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耳朵可以稍微分开一点 这样一款老鼠就完成了 看一下如何弹跳 两个手指挤压到一起 松开 关注折折王的学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